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在今天看到面额很大的这个钞票 尤其我们先从台湾来谈 建国百年回顾这些历史 真的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在非洲的星巴威 星巴威这个面额是百兆的钞票 14个零实在是非常罕见 不容易看到 也因此呢 这个如果真的有机会到了这个星巴威之后 有人就说不如啊 用五块美金把它买来一张 当作是收藏也觉得很有趣 那么说到这个面额很大的钞票 其实是很薄的 我们看到08年在根据资料 是当时1月份 1000万的面额的钞票 可以买到什么呢 是六条面包 1500万可以买到一个汉堡 那么在12月5亿可以买到两斤面粉 老师的月薪是1亿 1亿大概是我们台币 才53块钱 医师的月薪 哇8亿 但是呢 折合台币大概也只有400多块 好所以呢 这个是星巴威的例子 好这个 靳平刚刚我们其实也谈到这个星巴威 其实过去也看到一些面额很大的一些钞票 也是不容易看到的 你那边有什么资料 我这边有一个星巴威 就是刚刚玉行姐你提到的 星巴威的那个钞票面额 它是在去年以前 它的面额就到100兆 这是全世界觉悟仅有的 也是列为INF国际货币基金 世界上面值最高 但是它的实际的价值却最低贱的一个货币 那这个在它出现以前呢 那最高的其实是在1993年的南斯拉夫的面额5000亿 刚刚新闻有提到 就是在南斯拉夫那时候联邦还没解体之前 它也是因为战乱平仁 然后经济和内政整个都萧条 几乎快要破产 所以它那时候发行到面额是最高的 但是后来十几年后到2009年就被它打破了 那这个记录被打破之后 它这个当时 现在呢 你要去星巴威旅游的话 像最近有德国的观光客 还有是欧美国家 他们喜欢到非洲旅游 尤其到了星巴威的时候 就想要去搜集这一张 他们说如果你喜欢搜集拼图啊 或是一些有收藏的爱好 你就会想要这一张 因为现在不容易买到 听说这一张现在大概会兑换五块钱美金 五块钱美金可以买到这一张啦 但是在当时2009年前 五块美金其实在他们那边很好用 很好用 但是这个时空背景在当时候 它的面额几乎没有那么高 它几乎能够对这样一张一百兆 能够兑换到一块美金 也就是33块钱的台币 新台币33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后来星巴威呢 它是在去年以后 它改用美元 它改用美元作为星巴威 它国内发行的货币 对做一个交易的货币 因为它实在没办法 它从1980年独立以来 然后他们那个总统穆加比 一直当到现在 那它的 尤其在2000年开始 它采用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 它的土地改革 它把白人的土地啊 占有土地他都说是当时在殖民时期啊 那白人从黑人的那个 那个手中给抢占过来的 就有点说好像转型正义要解放一样 所以他们就把强制把白人的土地都没收 那气得这些白人后来都 也离开了星巴威 然后开始经济改革就一连串的那个措施 它越货币改革 因为经济不好 影响到它的货币改革越改越糟 所以它这个大概是面额这个这么大 其实大概到了第四代 它前后从那个1990年代 一直到2009年 这十几年下来 它一共发行了四次 面额一开始不是到100兆了 它一开始也有10块钱 20块那种面额的那个货币 那星巴威的钱后来一直到 那个2004年05年前后 每一年都攀升了 都从比如说100亿 1000亿 然后甚至到100兆 就是你会逐逐攀升 其实它是币值一直在扁 一直在扁 面额越来越大 面额越来越大 币值一直在扁 扁到最后人民都受不了了 甚至他们在星巴威国内 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头上就顶着一袋花生 或者是拿着三机牵一头猪啊 等等他们用一物一物 你这些钱根本没用 甚至有些民众啊 刚刚不是讲说7亿元 要那个只能买到一个面包吗 他买一个面包 他捆着一袋一袋的钱 那个纸币 然后不管是走在路上 他都捆着一袋一袋了 所以他们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经济改革和货币的那个改革 到后面越改越糟很萧条 甚至通货膨胀 一度高达1300% 那后来去年改用那个美元 作为货币之后 他是降到了3.6%了 但是这个状况不能抹灭他说 因为他当时曾经在那个 时空百格很糟糕的状况下 他曾经发行过这种全世界 币值最高 但是实际价格却最低贱的一个货币 这是新加星巴威的状况 那南斯拉夫就刚刚也讲过了 那还有一刚 我这边就有一张是60亿元的这个面额 这是在1949年的新疆省银行所发行的 他的时空背景1949年 刚刚王光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也是在那时候国民政府的时代 他发行金元券跟银元券之前 有一个叫法币 那法币的那时候也是因为 后来几乎那个面额越来越高 就有点像刚刚星巴威那种状况 通货膨胀实在太厉害 早上你常常可能就是面值可能比如说 就是100万 那下午呢就变了1000万 甚至1亿 这个面额也是越来越高 钱都不值钱 币子都要 那个这个钞票都要拿去贴 当币子来贴 所以当时在1949年 他曾经发行了半年多 这个60亿元的一个 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 而且当时呢 他们觉得说发现你那么大的这个价格 你实际上只能去买77厘米 只能换到这样的一个货物 说明了当时这是在 这是在当时后来 因为那个国民政府一直难迁 甚至要迁到那个 到广州的时候 曾经在新疆省的 他的一个银行曾经发行 短暂出现过一下 只有没有人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我们中华民国也曾经有 这么币值那么高的一个 60亿面额的一个纸币 对 其实在民国38年 那时候说 4万块钱的旧钞 只能够换多少 换1块钱的新台币 旧换新 可是值差很大 对不对 东豪 没错 因为其实 那个时候会这样子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像前面大家讲到金人券 我看过一个资料 就是说当时 为了要发金人券 那那个时候台湾已经 回中华民国了 已经交接过来了 所以那时候台湾来讲 有两个公家单位出钱 一个是台唐 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 一个是台唐 一个是另外一个 好像台湾烟酒还哪一个 那时候台唐的资产总值 如果以美金计价的话 大概有1.2亿美金的价值 那台唐就把它汇到大陆去 汇了大概4300万美金 去做什么 就是让当时的中央政府 能够发金人券 因为你要美金做准备 那所以你后来 后来那个金人券贬值之后 台湾的旧台币也跟着垮 其实有点连带关系 那你刚才讲到那个 星巴威的 星巴威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 去表示他的那个通货膨胀 跟他的币值的话 那是那个英国一个记者 他在2000年的时候 派出在当地 星巴威的首都 那时候他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等到7年以后呢 他要去市场买一根香蕉 那根香蕉的价钱是 他那个房子乘以15倍 他才可以买一根香蕉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像说 星巴威的人民 你如果除了美金以外 他为什么要选择以物易物 他绝对不会去拿那个 摆造的那个钞票 我们如果拿那个摆造的钞票 我们以为是摆造富翁 对不起 你不是富有的富 你是富数的富 富数的富 所以拿到那么大的钞票 千万不要高兴 这是很小心的这件事情 是 不过至少因为呢 这个太多的这个欧美人士 他们喜欢来搜集他 把它当做收藏品 也因此14个0的星巴威的 摆造钞票呢 就变得比较夯了 所以看起来呢 他的面额很大 但是呢他虽然说是不值钱的 可是呢物以稀为贵嘛 因为都传说 好像不容易找到啦 越来越难啦缺货啦 所以也因此呢 用5块美金 这个金额其实在我们看来 觉得没有什么啦 100多块台币 可是呢在当地在星巴威 可就不一样了 还是可以用5块美金 去换得去寻找到 这么样的一张14个0的 星巴威钞票哦 好 所以老师我们刚刚其实 谈到了是其他国外的例子 但是拉回来 如果再来看台湾的话 那就现在如果一个收藏迷 那他们会怎么样去看 就过去以前的这些旧钞 什么样子的钞票 其实是非常抢手 非常热门的 很具有这个收藏价值的 在台湾这个 在民国38年 到39年40年这里 有一段时间 有一些钞票 是在大臣岛 金门 还有马祖 现用的 那个地值在50块 该100块 那个现在是最值钱的 一张可能都几万块 那时候是等于是没在台湾本岛发行的 那时候等于是占地用的 不过我们回顾在中华民国 这个建国100年以来 它的整个钞票一个历史 基本上我给各位观众一个 基本的一个概念 基本上 当时所谓的法币是有四家银行可以发行的 这样子叫做法币 就法定的这个国币 那这个叫做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 交通银行 农民银行 中国银行就是中华民国推翻满清的时候 当时只要是有挂大青龙旗的这些银行 就改成中国银行 那交通银行 当时就是这一个交通部 以及一些外资 所谓的这个外商 他们所成立的一个交通银行 这个是清朝的 那中央银行是民国13年 孙中山叫这一个国民在南方政府 他们所成立的一个银行 到了民国17年统一的时候 才成立所谓中央银行 后来在民国20年 就设定了一个法币政策 那民国24年又加入了农民银行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法币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这样子 那当时为了一个方便于缴税 现在我们讲什么土地税 增值税什么 又发明了一个所谓叫官金券 这负责缴券的 就像我这里 他官金券面额都蛮大的 像这一张是五千块 还有一万块的这样子的一个官金券 那这个部分 就是也是抵代有一个币值的一个功用 那后来到民国37年的时候 整个要调整这样的法币 所以发行了金元券 用金本位来做 那当时可以兑换的 一块的金元券兑换了300万的法币 其实就是就开始的混乱的开始了 这个当时的这个 1945年到49年这些这个中华民国国民 数学头脑都很好 每天算这个钱算得有点困了 那你看当时的这个旧台币 可以放金元券 后来又在台湾这时候收复这个到 中华民国的怀抱里面 发行了旧台币 当时他跟金元券有兑换 是1635法币可以 一块钱的旧台币可以花 1635块的法币 那新台币后来又改制了 为了要跟这一个所谓的金元券 法币那边脱钩 就把旧台币改成新台币 所以一万块的这一个新台币 可以换四万块的旧台币 这是等于当时 在这个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 整个台湾币值跟中华民国币值之间 一个基本的一个关系 那我在这里有拿到一张 这个所谓的交通银行发行的 这一个有清朝龙旗 大龙旗是这一个清朝当时的 这一个国旗 当时发行的五块钱 这个是宣统元年 是孙中山这个国民革命前两年 那这里又有一个所谓的 中华民国金币 这个是中华革命党 当时这个民国二年 孙中山其实当临时大总统 只当了47天 那就被袁世凯做第二任的 这个临时大总统 后来还暗杀了宋教人 做了很多狗壁大招的事情 还称帝 孙中山就主持中华革命党 当时跟台湾民主国一样 为了筹出这些军费 所以发行了中华革命党 这个真的都很不容易可以看得到 中华革命军筹想局会计 他写了一段中华民国成立之力 此票作为这个通用 以后还可以来兑换 兑换以后可以这个增加一些币值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好非常谢谢这个杨老师 很难得的可以让我们看到 这么多的一些超券 很不一样 好不过呢 我们先来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这个两奖日记 您还记得吗 之前曾经引发过这个争议 究竟该由谁来收藏保管 那么呢 甚至也很意外的 让这个蒋家的后代 这个家族的这个纷争呢 浮上了台面 那么蒋友梅呢 那么当时啊 其实似乎也杠上了 这个蒋友博的妈妈 您应该还记得这个新闻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讨论过 那么在今天呢 蒋友博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就被记者问到了 有关于两奖日记的这个话题 那么记者问他 你有没有看过啊 那么他就说 他当然有看过家人的日记 只是呢 针对这个所谓的家族的纷争啦 意见不合啦 他则是比较低调 不愿意多谈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最新谈话 我之前两奖日记 这个蒋友梅好像对妈妈 这边有一些维持 你第一天认识我 你戴个口罩 我又要认得出你 那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这个没有立场 没有立场 妈妈有跟你谈过这个事 你可以去问他 那你自己有看过 这个日记的内容吗 你有没有看过你爸的日记 如果 家人的日记当然有看过 所以公开如果说 让大家来看的话 你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事情 好 这是蒋家的后代 蒋友伯刚看到 他对于这个事情 做的最新的回应 上次王方老师 我们就在节目当中 有谈过这个话题 对不对 是 好 那事实上 你对于今天蒋友伯 这个回答记者问题的表现 怎么样 觉得如何 这个不可否认的 现在我们看这个友伯 他在面对公众的时候 实在是蒋家 最亮眼的一颗明星 但是呢 这两年的这个蒋友伯 跟过去 有个明显的不同 他更沉稳 更老练 你看他对这个记者 应付记者的这些问题 非常尖锐 或者甚至于 免离长征的一些问话 他都能够 四两拨千斤 然后这个亲 等于就是轻轻的 把他打回去 他现在看起来 好像脾气更好了 对 那我认为 可能是他的这个母亲 给他若干的 这一个教诲有关系 不过总的来看 这个日记这件事 不管过去 这些时日 包括友梅 做了一些反应 但是我总的来看 我觉得方志宜女士 对于这个 两讲日记的这个处理 他的大原则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若干年以来 这一个很多社会上 还有这个大陆 两岸三地 有很多人对这个两讲 都有一些误解 或者是有一些偏见 那就是带着偏光镜 或者是用万花筒 或者是带着有色眼镜 去看这个两讲 我认为 这个日记的公布 有助于 就是说我们用一个 比较平常心 或者说是比较 回归到现实面 回归到一个事实的 一个基础上 去评估两讲 这个我觉得方志宜 他对蒋家最大的贡献 最大的贡献 就是说把他 摊在阳光下 摊在阳光下 当然有些人质疑说 你这个有些地方 好像被杠掉了 这怎么回事 那这个我觉得 他也讲得很好 他说有哪一家 可以把这个私密 百分之百的 摊在阳光下 谁愿意 没有一个人愿意 可是蒋家的人愿意 那可见就是说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至于 没有谁杠掉的 我的看法 蒋介石他可能今天把昨天的杠掉了 对不对 没有谁敢去把蒋介石的日记杠掉的 没有谁敢做这种事情的 那所以这个是非常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我看到蒋友国啊 我就回想起这个金国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啊 他面对外国媒体的时候 他宣布啊 蒋家的家族的人不会 再去参选总统 那这个也可以说是把蒋家的后代的路给蒋死了 就是规范了规范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去参选总统 那换言之 如果更广义一点解释 甚至于连参政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蒋家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他们的路还有什么 所以蒋友国我觉得他是走的一条不得不的路 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讲就是红顶商人 然后两岸三地都好像知名度都很高 甚至于大陆写了一本书 仿造他的名字他都告 然后大家好像对他投影会投影一个比较异样的眼光 但是我是觉得用一个平常心来看 他除了走这条路他还能走什么路 你总不能叫他不要走路啊 但他倒是走了一条非常不一样的路 因为他也不能当官 他也不能当公务员 他如果当个公务员 如果他今天升了科长 人家说你看就是因为蒋家 所以他才会升科长 对不对 所以他去做现在的事情 我认为他是非常聪明非常恰当 是好休息回进广告马上回来